在警方陪同下 狠心胸嫌 面無表情 荒歡走上球車 被裁定擠壓 你说什么 你大声一点 你敢讲 你敢招人不敢讲话 是不是 一送时对不起三个字 讲得特别小声 根本没人听见 还强调会给社会大众 一个交代 而遭殖疑是 分尸共犯的 罗姓嫌疑人 无辜卷入其中 他向警方强调 事前还有协助家属 找女儿 被怀疑才会情绪激动 最后依妨碍公务 三万元交保 但正当警方准备 移送嫌犯前 又在嫌犯住家内 找到死者的包包跟水壶 疑似将死者杀害后 将对方的物品 藏在住家内 嫌犯的妻子 就住在这一栋公寓的五楼 但夫妻俩疑似感情不太好 约住户从来没看过 两人同时出现过 他没有老婆见到人家 就笑嘻嘻的 没有看过两人是这样的 一直进来 然后 另外他一台车就开走了 老婆放下来就进去了 不是他老婆坐谁的车 范显平常不太和住户有所互动 左邻右舍对他也没什么印象 可能是夫妻间失和 所以丈夫先少回家 都住在小木屋内 将情欲转向女学员身上 爱不到就持刀分尸 留鬼家属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仇汉不成 然后就叫杀人吗 是不是预谋到 记者谢文翔 宋香凛 SNG小组台北报导 爱码 是 Northeast